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会背圆周率的前50位 老科学家有的人能够背到100位 前面3.1415926 大家都知道后面有535 后面其他的给大家证明可以闭上眼睛 大家说不是看到后面打的内容 3.1415926 535897 932 384 626 433 832 795 0288 这个是到35位 然后后面还有15位 是419 716 939 937 510 OK 我能够背到50位 这个是从上中学的时候 十几岁的时候 为什么说到这里呢 就是说有的时候年轻的时候 做的事情可以终身受益 比如说中学的时候会背 长恨歌 琵琶行 一个有800多个字 琵琶行有600多字 前头的序言可以背下来 那个时候 但是呢 有的像春江花月夜 那个时候偷懒没有背 后来呢 一直到现在就不会了 一个遗憾吧 那么为什么讲到这个话题呢 我们知道 比如说 有一些人 我最近呢 遇到很多 有的申请人 跟我们讲到 说这个 NIW排期前进了 然后很后悔 说呀 两年前 三年前 我要是那个时候申请 现在就会在一个 比较好的这么一个position 状态下了 但是呢 没有后悔要 不能做时间穿越 过去的事情不能改变 好多人吧 刚来到美国以后 说呀 我好忙啊 是吧 又有生活上的 工作上的 科研的 实验的事情 还有家里的事情 所以呢 一拖下来 不知不觉 两年 三年 四五年 就过去了 这样呢 有的时候耽误了申请 影响生活 那我们讲到呢 说这个 大家知道这个拖延症 是很普遍的 是吧 怎样克服这个拖延症呢 我自己的例子呢 我申请绿卡 当然也一直很早 就想要申请 但是呢 也拖了一段时间 在读书期间 当时总想的呢 说啊 我发表的文章 因为也是在 快毕业了 才发表出来 所以呢 引用数也不高 那个时候还没有做过审稿 怎么办啊 有一天 结束了一天的工作 像停车场 已经都走到停车场了 后来想着说 不行 这样一天拖一天 下去不行 然后呢 又回到实验室 对我的导师 讲到说 我要申请绿卡 导师呢 还是很支持的 然后呢 就在毕业前 提交了申请 然后后来顺利批准了 拿到了绿卡 这个呢 我们在另外的视频里 都讲到过 像类似的这个事情吧 这个已经十几年前了 十几年过去了呢 仍然是很重复的 不断在发生 因为现在呢 也有无数新的 中国的学生 学者啊 来到美国 是吧 那么这个很多人呢 仍然面对类似的问题 怎么样来克服呢 是吧 首先呢 这个有一个动力 动机 是吧 想到呢 有的事情不是要我做 是吧 而是我要做 工作的目的 做事的目的 想到这件事情呢 对我来说很重要 对我的事业发展 我有对家人的责任 然后从时间上来说呢 每天都有24小时 你不会忘记要吃饭 睡觉 有的刚需 对吧 那就看你怎样来安排 每天的时间 prioritize 另一方面呢 大家知道万事开头难 有的时候呢 什么事情拖了好久 好像都是因为 还没有开始做 一旦开始了 后面就好办了 英文呢 有的时候叫baby steps 你一开始做一点点 然后呢 累积下来 可以有很多 老师想着说 红湖将至 拖到某一天 突然把它完成了 干一个大的 这个呢 不一定现实 一点可以先开始 然后呢 自己有的时候吧 这个在家里呢 也可能效率不够高 在办公室 大家都在一起的时候 会好一些 当然了 我们大部分客户嘛 听众你有的时候 在办公室实验室 可能有工作的事情 是吧 不适合做自己的 绿卡的申请 但是一个呢 中间有的时候 有这个break的时间 另外呢 比如说 我们也有朋友 提到 说可以在公共图书馆 是吧 大家都在一起 在学习 在努力 也是一个比较好的环境 会比在家里要好一些 总体来说嘛 大家知道这个完美状态 不能达到 或者不能保持的 任何时候 都有情绪的涨落 有的时候 你这一天 可能劳累了 什么事也不想做 但是呢 第二天 太阳照样升起 又是新的一天 充满了新的能量 同时呢 还可以和朋友 互相鼓励支持 有的时候呢 会发现并不那么难 可以有成功的喜悦 这个收获的乐趣 像前面我们一开始讲到的 年轻的时候呢 投资自己 可以终身受益 有的时候任何事情呢 有一个机会窗口 有的时候你过了这个年龄 过了这个阶段 然后呢 再要做 可能呢 就会更难一些 这个呢 是我自己的一点经验 在这个派对 给大家讲到 关于如何克服拖延症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